近日有媒体爆料相声圈的黑幕 称自己在听相声的途中 偶然得知一位女粉丝差点被某花心相声演员骗了 该粉丝称这位男演员爱睡粉丝人尽皆知 疑似同事和四个女生有男女朋友关系 甚至爆料她曾在天津某宾馆和陌生美女见面 提到相声,玩玩们首先就想到了德云社 再加上此前,德云社成员靳赫兰就被抱疑似出轨 让大众对此事更加心存疑虑 在众网友抨击德云社时 也有粉丝霸气回怼 德云社是五月份才入驻天津的 今年来,娱乐圈男明星的猛料频频被爆 引众人感慨,桂圈真乱 如今相声圈也被爆黑料 范范想说,任何一个圈子都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在事情实锤之前,我们还是不要随意揣测 静待后续吧,大家觉得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